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国文学和法国文化 在我的知识普系里 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 令我感到自豪的事 我不只是一个读者 我用我的写作 回馈了法国 接着到现在 我在法国出版了 青衣 雨天的棉花糖 玉米 上海网舍 平原 推拿 和苏百少年 唐吉賀等 我是一个家族缺失的这样一个人 因为父亲来路很不明 他被一个姓陆的一个人 领养了 也就是我父亲的养父 在1946年 离开人世了 直到50年代之后 我的父亲才由政府出面 让他由姓陆 改成了姓碧 所以我就成了一个 没有故乡的人 从一个人来讲 没有故乡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没有祖先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 为什么不能在我虚拟的世界里面 回过头来 写写那块土地 为什么不能够回过头来 去写写我的祖辈 如果有人问我 只允许用一句话 来界定你读大学的意义 我一定会说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懂得这个关键的一个概念 叫启蒙 我才意识到 我作为一个人 应当是怎么回事 人得有理性 人不要见到什么东西 盲目地跪下去 人知道自己 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东西 是我的魂 我读书的时候 整个中国的大地上 都弥漫了诗歌 我记得这个 83年 我刚刚进入 杨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时候 同学们都在台湾诗 然后有一天 我接到一个学长的通知 说我们杨州师范学院 要见你诗社了 我听到以后 高兴得不得了 赶紧拿着我的小纸片 上面写到我那些 狗屁不通的那些诗歌 去找他们 就特别想和他们 混在一块儿 让我万万万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 我刚刚进校的一个 八三角的学生 在第一次建立这个 诗社的时候 被80级和81级的那帮学长们 推荐为我们诗社的一个社长 我任何时候都愿意把诗歌 放在我们文字类的这种 艺术诗样的最巅峰 因为对诗歌的喜爱 我的小说里面多了一个东西 那就是诗意 那就是诗意 就在八四年 我二十岁的那一年 我做了一个决定 决定去南京看一看 没想到杜伦到了枪星的时候 我对着那个西边一看 浩浩的长江 光级光级光级的 那个江飞就朝着我的胸 冲过来 那么雄伟那么浩瀚那么绵长 远方在向我而来 大学毕业的时候 你决定写作了 那基本上就是 你选择了一个职业 虽然那个时候 我的职业是教师 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我未来要干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租房子呢 就是 九二年的时候 我从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 调到了那个 南京日报去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离那儿比较近 把窗户一拉 手就可以直接摸到城墙 那个感觉特别怪异 那手一伸 才四五十公分 就可以摸到六百年前 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先锋小说 打算向写实过度 刚刚从语言实验 向小说人物 过度 我觉得我的写作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感叹器 已经有了 他想干什么 已经看出苗头来了 但是 我自己知道 还有距离 告诉你我一个内心的秘密 我特别喜欢 仰了头看树 其实任何一棵树 它长得都没规矩 它想怎么长 就怎么长 跟我们写作非常像 一棵树枝 决定往哪儿延伸 它都是对的 怎么长都是对的 它永远不会长错 这个发现 给我的写作带来了 巨大的勇气和自由 写的最苦的时候 就是在处女作发表之前 印章说 我知道我一定会有作品发表 但这一天到底什么时候来 我不知道 我每次投稿的时候 都把投稿的日期 记在我的笔记本上 没有一天不得 我把稿子寄给花城的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那个责任编辑家 朱燕玲给我写的封信 这封信改变了我的命 我们处理稿子 有时候不是那么及时 但是到我手上的稿子 这么多年我也是一直 还保持这个习惯 都会翻看一下 那到了一年 这个要看一看 这一年的稿子 有没有什么遗漏啊 看下它这个稿子很好 这完成度非常高 挺成熟的一个写作者 感觉是这样子 那我给他大概写了一封 简单的信 我也不知道写了啥了 拿到这个朱燕玲信的时候 没有回宿舍 我去了足球场 我一个人在这个运动场上 跑了很久很久 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不知道走了多远 一直在哪走 走的时候不相信 这个事情是真的 打开来看看 看完了以后折叠起来 放回去再走 再走几拳再打开来 不相信 像做梦一样 因为我非常清楚 1991年 我27岁 年纪不算小嘛 和我同时代的许多作家 都已经成名了 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我知道 到 开始了 等我从这个地方搬出去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清晰的感觉 属于我的时代来了 春天到 感谢 夏比 冬到莫比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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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在那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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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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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特别人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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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的名字你还记得 就是你跟爸爸 哥爸爸 就是记得 你说说看 对 你的鞋头 对 你说得对 对 你说得对 想起来了 终于想起来了 我都说了 我妈妈没 我妈妈名字还记得吧 跟你的鞋头 不是 我妈妈的名字还记得吧 妈妈记得 妈妈记得 找到你回来 打个布格鲁鲁鲁鲁 教一下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什么 让你听得懂 他在讲 我母亲怀我的时候 那你把这挂挂 他们几个人 把同学挂 知道了 我的母亲要去堕胎去 他们几个人就在那儿笑 不让他去 不让我母亲去做这个手术 然后就 他说的就这个事 小叔沙龙 我目的是想让我有机会回老家 在这个地方写作的 我来庞于亮 晶涕 我 咱们三个发小 有一句就说起这个东西来了 就定期 在新华 或者新华周边的这些业余作者当中 我们调一些比较好的作品 我们把所有的文学爱好者 都具体地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起来讨论 这一期的 大家翔瘦以外的 对一部就是小说商 你也开始了 任何一部小说 哪怕是现代主义小说 哪怕是意识流小说 哪怕是意识流小说 它都有一个叙事的一个基础事件 一个小说家 一生就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精神诉求 这个是命根子 第二个 美学诚信 通过小说写作 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是我至今 精神上的一个目标 我的人生有一个东西是特别有意思的 从童年 到少年 到青年 到成年 它一步步走过来的 就是中国的社会啊 小村子 小镇 县城 小城市 大都市 一个环节都没有拉下来 我都生活过 有的时候我也想 如果我现在还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我究竟是谁 跟她的一个村子里的村子里的人 很独立 跟她的村子里的人 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